记者周燕于台北报导,台北市卫生局今指出,去年北市食品卫生检举案件近2500件,约二成为民众反映餐饮场所有老鼠及蟑螂等并没出没,其中百货公司及准运站的美食街由于人潮聚集且空间开放,未并没检举案件大宗。 卫生局令指出,今年1月起到美食街餐饮柜味食品卫生检举案,共计抽查北市34处百货公司及准运站美食街共168家餐饮业者的食品卫生。 出查有成品生活都难辨,元气购物中心元气垫及贵尔金站时尚广场美食街的五家业者。 现场有蟑螂并没出没情形并没发现绿二百分之九,经复查均已改善。 北市府参议王明里表示,首次发现店家并没问题,会先开出现其改善单。 业者需于七天内完成消毒作业,若复查未通过,将依法开罚六万元至两亿元,并将公告店名。 卫生局表示,今年6月将依台北市食品安全自治条例强制美食街餐厅柜位于营业场所标示环境清洁消毒方式,如方耳机除张消毒等。 呼吁餐饮业者作业环境应符合食品安全卫生管理法站在第一线为消费者把关。